瓜哥 嗨 我是阿BAN 我是KUNKUN 今天讓我們來分享一個比較 我們背後的故事 其實人生中難免會遇到 不管是言語,肢體 或是現在比較常見的 網路叭 Herzog 喔叭 Herzog 每個人背後都有一個故事 所以我們今天來分享 暗黑的經驗分享糰 其實如果要講到霸凌 我的霸凌的經驗還蠻多的 我怎麼人生那麼悲慘 講到霸凌呢 我曾經還被丟過雞蛋 被丟雞蛋 對啊 因為呢 我那時候就讀的學校是個女校 然後我們隔壁是男校 有一次呢 我走路回家的時候 隔壁的男校 他們就從陽台 罵我 然後 然後就說 臭婆娘 或者是死男人婆 然後呢 就 拿雞蛋丟我 拿雞蛋丟你 對啊 那我問你一下 是白雞蛋還是土雞蛋 欸 欸 喂 OK 好然後 他丟到我的書包 丟到我的衣服 我就這樣被丟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真的還蠻 羞辱人啊 很羞辱 非常羞辱 那時候真的還蠻傻眼的 而且 那時候 只是個學生 其實心裡面會造成很大的陰影 那 我今天也來分享我的 切身之痛 因為我國中 的時候就表現出 像比較中性的樣貌 然後 我也喜歡的是女生 然後我們班島 就幫我安排了 心理醫生 到學校 然後 心理醫生 對 然後中午的時候 跟我說 那個 你到 保健室 跟那個心理醫生聊不聊 說不定能夠解開你 為什麼 會 喜歡同性的這個 病 他是說 病喔 他就說病 怎麼會認為同性 是個病 對 而且他很怕我帶回我們班的其他人 我覺得這太誇張了 我們班島其實也不能怪他 因為 當時不清楚同性戀的 原因吧 大家因為 為之而反對 你會喜歡什麼性別 最終 你自己心裡面最清楚 不管你最後選擇是 怎麼樣的 婚姻 或者是 狀況 我不認為同性 這個傾向 是後天的 像我就是先天性 我生下來的時候 其實我沒有辦法去決定 我今天會喜歡男生 或喜歡女生 大家都在自我摸索的人生中 怎麼可以說這個是一個病 因為自己就好像 人生下來 他沒有辦法去選擇自己的外貌 對 然後沒有辦法去選擇自己的聲音 他有些其實是先天性的 對 那如果說 今天 你說先天性 這就是一個病 那 我可以說 你長得醜 是一個病嗎 對 對啊 我覺得不可以這樣子說 這個經驗 在我心中 其實我扎下一個 很惆悵的滋味 我安慰你 我安慰你 好好好 我還可以再分享一個 我被 霸凌的經驗 然後又是一個肢體霸凌 這是我在工作的時候 然後 那時候呢 我們 下了班 要去一個女同事家 然後那一天呢 我穿的是 運動褲 然後我那個運動褲呢 是兩側 全開式的扣子 感覺很性感 對啊 那因為很輕鬆 欸性感 勒 那就很輕鬆 然後就去 女同事家小聚 然後呢 也不知道為什麼聊天 就是聊到了 就是 性別的問題 然後那個男同事呢 他就 又問我 你是同性戀囉 然後 所以你是T囉 然後因為我覺得 我沒有什麼好掩飾的 我就很 很坦承 也很大方跟他講說 對啊 我就是T 我就是喜歡的女生 他就開始講一講 他就開始 手很輕挑 然後也很不屑 他就說 有 那 你那麼想當男生喔 那 你把褲子脫來給我看啊 那 那時候我就以為他在開玩笑 我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要把褲子脫給你看 他說 你不是想當男生 你不是想當男生 就開始推我 他就把我直接 這樣子 拖過來 然後把我的褲子這樣子 整個扒開喔 整個扒開 在場 其他的同事都在看 他們覺得好笑 所以他們是笑 然後我就說 玩笑不要開得太過分 對 我那時候其實是有 已經有一點覺得被羞辱 因為 他扒開我的褲子 這個行為 已經是羞辱了 對 何況他是 嘴巴一邊在說 親視的 就是親視跟侮辱的話 對 其實這件事情呢 比 我覺得比 被丟雞蛋 還要放在我內心的陰影 還要來得深 更深 真的很無知耶 我覺得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跟什麼樣的眼影 可以這麼 我們從以前到現在 大家的觀念 發生過很多 很無奈的事情 我們也只能自己去吸收 我覺得這樣子就好像 好比 覺得 比如說好了 我比較高 然後你比較矮 就欺負 我就欺負 你是高欺矮嗎 或者是今天 我比較 假設我比較長得好看 然後你比較醜 我就欺負你醜的嗎 對啊 這個就是一個很 嚴重的 霸凌 而且你們絕對不會知道 一件事情就是 也許你覺得 只是個沒什麼 或者是 開玩笑 但是其實會放在我們內心 產生很大的意義 現在想想其實 也要感謝那些 就是曾經霸凌我們的人 由於他們 才能讓我們 就是更茁壯 更加勇敢 然後去 更坦誠 然後去面對 這個社會 或面對很多人 的一些 流言肥語 鮮煙鹽鹹 對 只要大家能夠 打開心胸去接受 去了解的話 其實 每個人 都是應該被尊重的 因為 大家都是人生父母養的嘛 那如果現在正在看影片的你們 如果你們也剛好遇到 被霸凌的狀況 或者是 或者是 暗黑的那一面 對 或是你們曾經有這些 慘痛的經驗的話 不要退縮 也不要去 勇敢 對 不要去 冷浪 請你們 也分享 更多這樣的經驗 然後讓別人知道 或讓大家知道 這樣子 如果 將來我們遇到 這樣的事情 大家會更有力量 更知道要怎麼去面對 對 而且 如果真的是 被欺負的太嚴重的話 不要退縮 我覺得這個不能沈默 打回去 沒有 我開 我開玩笑了 這是剛剛說的喔 這是剛剛說的 所以要24小時為你服務喔 所以 敬請留言 他會回 他會回 好啦 今天 如果你們有些什麼 回憶 或是 被霸凌的經驗的話 歡迎你們跟我們分享 或是你們有些 對抗的 鼓勵 的過程的話 都可以跟我們分享 在下面留言 對 然後別忘記 訂我們的 YouTube頻道 Ben and Drive 我是阿Ben 我是桿桿 掰掰 下次見